苗栗的公务员终于可以领薪水了 由于苗栗县政府让步 愿意接受行政院财政控管 中央昨天班晚将8亿元汇入县库了 延迟十多天的薪水 今天渴望入账 县长雪耀昌除了感谢中央伸出援手之外 也向共体时间的公务员 两度鞠躬表达歉意 苗栗县政府让步 愿意在8月1号开始 接受行政院介入县府的财政 异常的控管 行政院昨天将苗栗发放 薪水缺口的8亿元汇入县库 不过因为昨天银行作业不及 因此今天苗栗的公务员薪水 以及退休人员的退休金 都可以到个人的账户了 不过行政院也强调 8亿元的这一般性补助款 必须是要专款专用 要专款用在薪资上